第一章 托亚黑洞 浩瀚广袤的神国内 无尽幽海掀起阵阵涛浪 宇宙海 罗锋站在神殿广场边缘 俯瞰无尽幽海 意识却早已连接虚拟宇宙 开始自己调查讯息 宇宙海 真正无边无际的存在 宇宙海中充斥着无尽混沌气流 孕育着诸多危险之地 其中最危险的便是三大决地 清风界 刘崇山 宇宙洲 除了一些危险之地 宇宙海中最为常见的便是一颗颗宇宙 宇宙分两类 一类乃是宇宙海中自然孕育而生的原始宇宙 原始宇宙是整个宇宙海中最为强大的存在 原始宇宙诞生 孕育演变亿万族群 繁衍巅峰 衰败 破灭 这便是一个轮回 大破灭后回归原点 而后会再度开始新的轮回 原始宇宙便这么地诞生亿万族群 诞生无数强者 二类便是宇宙最强者创造的宇宙 强者修炼分诸多层次 不小便拥有神国 随着实力提升 神国逐渐完善 成为宇宙之主后 神国内的空间 时间法则便已完善 带得跨出最后一步 成为宇宙最强者 更是令整个神国发生最终的蜕变 变为最初始的小型宇宙 而后逐渐演变 小型宇宙竟是宇宙最强者所创 难怪那星空十足也有异宇宙 罗峰感叹 因为即将前往宇宙海 所以难得这么沉下心翻看诸多繁杂资料搜集讯息 是了 我人类族群的初始宇宙应该是元祖的 元祖被镇压 所以初始宇宙的演变才会停滞吧 一直停留在初始状态 原始宇宙是一切的根源 他 诞山亿万族群 各类生命众多强者 他 诞生出的宇宙最强者也创出了一颗颗小型宇宙 相比较而言 那些个小型宇宙是无法跟原始宇宙相比的 完全不是一个能级 一次轮回 原始宇宙的一次轮回会诞生无数族群大量强者 罗峰眼睛一亮 所谓大破灭前的强者便是之前宇宙时代的存在吧 就连虚拟宇宙网络上都没有关于大破灭时代强者的介绍 至少罗峰搜查并没找到 可很显然 之前自己和混沌城主一番交谈来判断大破灭时代前的强者 很多都是活着的 大破灭前的强者 每个都比我们原始宇宙强者古老 罗峰按道 那些老家伙修炼无尽岁月在宇宙海中闯荡能活下来 怕是个个不好惹 老师说的对 原始宇宙与之一比 简直就是个摇篮 难怪老师之前没准备早让我进宇宙海 我这次展露了另一方面能力才得到承认 三天后 一封邮件来了 罗峰 经过巨斧创始者和虚拟宇宙系统共同鉴定 你此次功劳极大 不过千丝图碎片都只是碎片 并不连贯 所以给予你一千二百至宝典 给予冰封之主六百至宝典的奖励 你先潜心准备 我的本尊正从宇宙海中赶回 此次便由我的本尊亲自带你进入宇宙海 混沌城主的邮件内容简单 老师的本尊 罗峰眼睛一亮 暗自期待 老师共三大神体 一者坐镇混沌城 一者坐镇原始宇宙 一则在宇宙海闯荡 据传在宇宙海闯荡的老师本尊 战斗力最是强大 我还从未见过 嗯 一千二百至宝典 竟比诗书还多了一倍 看来我通知族群这事 以及帮助诗书都被认定贡献更大 罗峰开始私存 这一千二百至宝典怎么用 一千二百至宝典 约莫能够购买到一件普通的巅峰至宝兵器 当然像自己的火焰沙杯作为顶级领域类至宝 反而更贵些 约莫在三千至宝点 即使稍微差些的顶级领域类至宝 也得两千至宝点 顶级飞行宫殿类至宝 顶级灵魂类至宝都很贵重 灵魂类至宝自己已有 飞行宫殿类虽然有血云殿 可血云殿根本不敢拿出来 一拿出来等于是暴露自己是血云殿主 一千二百至宝典 想买一顶级飞行宫殿类至宝 根本不够 罗峰摇头 至于高等飞行宫殿类至宝 有些不值 算了 还是等将来需要让坐山客老师 炼制珍贵至宝时 再使用这一千二百至宝点吧 罗峰已经做好计划 这次前往宇宙海 地球人本尊是一定带着 金角巨兽分身和磨砂族分身的 三大分身未能结合起来 一千二百至宝点 浪费去买高等飞行宫殿类至宝 的确不值 不管了 还是先熟悉熟悉我的火焰沙碑吧 有微型宇宙 火焰沙碑是无语义三者叠加 我便有纵横宇宙海的资本 罗峰站在无尽幽海上空 轰隆 顿时那无尽炽热的火焰朝各个方向弥漫开去 整个神国的中央便出现了一巨大的金色火球 罗峰便在金色火球的中央 转眼便过了近一个月 原始宇宙人类疆域 原始秘境混沌成竹所在 千宝盒浩浩浩浮散数光年 老师 罗峰恭敬行礼 准备好了 穿着金袍的混沌成竹 头上有着片片青色鳞片 面部酷似的球人 双眸平静 犹如无尽星空 即使站在那都有着一股滔天的威能 仿佛周围的时空 随时都可能爆裂破碎似的 这是一股具有强烈攻击性的气息 嗯 罗峰点头 同时也观察着老师本尊 老师本尊和虚拟宇宙中经常出现的形象一模一样 而坐镇混沌城的那一分身 显得争明坐镇原始宇宙的那一分身 则应该是一特殊生命 随我来 混沌城主点头 带着罗峰 刷 先是一个瞬移 紧跟着便是神国传颂 原始宇宙的一偏僻之地 有着巨大的黑洞 黑洞早已令周围广袤星域陷入黑暗中 而两道身影却是一闪便出现了 正是混沌城主和罗峰 前往宇宙海 有两种方法 混沌城主道 一是进入空间加层 然后顺移直至抵达空间加层的尽头 在无尽宇宙魔壁上穿透而出 宇宙魔壁阻碍虽然强 可宇宙之主便都能做到打破穿透那魔壁了 罗峰点头仔细聆听 第二种方法便是透过这托亚黑洞离开原始宇宙 混沌城主道 托亚黑洞是整个原始宇宙中都堪称最强的一个黑洞 黑洞强大的撕扯扭曲力道一直破坏着魔壁 所以进入黑洞便可顺着直接出去 罗峰惊讶了 这托亚黑洞这么强 黑洞本来便是有强有弱 混沌城主道 当然如果仅仅是可以轻松出去 还不至于让各方强者从这出去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托亚黑洞出去后的那处区域 周围有着足足39个天然虫洞 天然虫洞 罗峰眼睛一亮 宇宙海 广袤无边 混沌城主唏嘘道 一旦进入宇宙海 那就不是原始宇宙范围了 就没法靠神国传颂了 也没法靠按宇宙飞行 想要在宇宙海中闯荡 一是靠顺移 二便是靠天然虫洞 宇宙海大的下人 原始宇宙仅仅是其中一份子 单单靠顺移 那得顺移多久 混沌城主孝道 所以天然虫洞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幸好 宇宙海中幻境恶劣诡异 天然虫洞也是极多极多 沿着天然虫洞 从这一头到另一头 可能便是数百亿光年 混沌城主道 在宇宙海中正常赶路 便是靠天然虫洞 度过绝大部分旅程 还有些旅程就得靠顺移了 当然 经历无尽漫长时间 大量的天然虫洞 所连接的两点位置 也早有记录 便可以从中找出前往目的的最快的路线 罗锋点头 记住 宇宙海和原始宇宙不同 原始宇宙的特殊结构 可以在任何一处确认其坐标 可在宇宙海中是没法确认坐标的 混沌城主道 所以在宇宙海中 地图非常重要 地图上的参照物也极其重要 根据地图以及参照物 才不至于在宇宙海中迷失 在宇宙海中迷失是非常可怕的 一旦迷人 如果靠一次次顺移去寻找归途 怕会越是顺移 越偏移越远 而后便会再永久迷失在宇宙海中 可能运气好 无尽纪元后才会又找回来吧 罗锋下的心颤 迷失 所以任何一个宇宙之主 是必须在原始宇宙留下化身 防止在宇宙海中 一些特殊情况导致完全迷失了 有化身在 至少能够让你得到地图 可即使得到地图 一旦迷失得太远 找不到地图上的参照物也完了 混沌城主道 所以在宇宙海不能乱跑 若是要探索宇宙海 则必须靠飞行 因为你飞行所过之处 你可以详细记录下地图 罗锋连点头 对 地图标示清晰的地方 可顺移 地图没覆盖的未知区域 禁止顺移 混沌城主正中道 我现在便将宇宙海的地图给你 这是我人类族群 现如今已知的最详细地图 当然 仅仅是宇宙海中的 一星半点区域 混沌城主道 至少三大绝地都在包括中了 罗锋很快便接收到一幅 非常复杂巨大的地图标示 复杂地让罗锋心颤 走 我们去宇宙海吧 混沌城主直接带着罗锋 哄 二人直接朝纳托亚 黑洞深处飞去 很快消失不见 很快消失不见 炎子 我们去宇宙海中的地图